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到久違的開箱系列 其實每次開箱就是 我覺得我的開箱跟別人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我是真的需要 需要某個東西我才會去買 然後我其實很少買東西 所以很少開箱影片 所以當我買了什麼的時候 就代表說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最近什麼東西壞掉 然後需要更換一個新的這樣 我們今天要開箱是 我的那個平板 我之前其實蠻喜歡它 就是我之前是來美國之前 在台灣買了SOOS的 然後很不幸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 它的電池膨脹 膨脹到可以把這個螢幕這樣掀起來 大概到30度的那種角度 你就知道那個電池膨脹到底多誇張 然後總而言之就是 我就覺得很危險 所以趕快把它丟掉了 然後雖然我有寫個信給台灣的SOOS 跟它反映這個現象 但是它好像感覺公司好像沒有什麼 要這個處理這種善後事件 就只是叫我填問卷 我也不知道我要填什麼 所以anyway就是 這一次我就想說 美國其實有一個 台灣像你可能常常去 要買電子產品就會想要燦坤 或者是什麼全國電子啊 這個大賣場的這個 這些電子專區這樣 那其實在美國有個連鎖店是叫做 BassBuy Bass就是最好的Bass Buy就是買東西 BassBuy它其實是 全美各地都有的連鎖店 然後 它裡面就是主要是賣電器 那就任何電子相關的產品這樣 所以其實 就很直接 就是如果你想到你今天要買一個 尤其這些電器 它通常是以智能 智慧型為主啊 就是比如說電視啊 然後這個平板啊 手機啊 然後耳機這種也算啊 你就會想到說要去BassBuy 那 那我們進入正題 就是 我就是去看了一下 然後 因為我的 我自己也不是Apple的用戶 所以我評估過後覺得說 如果我要花 同樣價錢的話 然後 我可能怎麼樣可以買到 我覺得最適用的 適用的角色 就是 機子這樣 那 這一個 這台 就是Galaxy Tabs S6 Lite 是剛好 剛好 我這一次去 剛好在折扣這樣 然後 所以 它就比原本的 原本的這個機子已經便宜 八十塊美金 所以 差不多便宜兩 兩三千塊這樣 台幣這樣 所以 我 那 我其實是很想要 就是我下 我上一台買的筆電 就是平板 就是 我那時候其實 有點 不應該是這樣的出發點 就是我那時候想要說 我買一台 平板 然後我可能要當做小筆電 那種概念 但是其實 這樣子 某種程度上 其實你會 當你想要取代筆電的時候 你就是會 遇到這種 你就想要用它 然後不用你筆電 然後 帶著某個東西 所以它的功能性就有點重疊了 所以我這一次的出發點就是說 我不要它可以取代筆電的功能 就是我 我只要 我只要做 我只要工作的時候 我一定就是用我的筆電 那 我其實買這個平板 就只是說 我可能研究上 我要看paper 或者是做一些 就是瀏覽文書作業 或者是抄筆記 這樣的工作的話 那我就用平板這樣 所以其實它的功能就分開這樣 那所以其實我買 我這次買平板的取向也這樣 那所以我就會希望說 他可能 如果要附加一個鍵盤或筆的話 那我可能會比較想要是一個筆這樣子 對 好 那所以 我們就進入正題 這個開箱 然後 好 那 這一台呢 它就是 它其實已經付筆了 所以其實我 我那個 我就不用額外買 像那個蘋果就是 就一定就是要額外買 然後 然後 你就是要額外花一筆錢來買 它各種設備 設備這樣 那我其實是很喜歡這種 最好是你 買了這個一個pack之後 就什麼東西都含在裡面這樣 那當然 很遺憾就是 那 就是那種 這個殼啊 就是 就是它這個套子啊 然後還是什麼螢幕保護膜 當然這種不會附 那我可能就要額外買 我可能就 像我今天就在Amazon訂購這樣子 所以 那當然在它店內買的話 也可以買到那些東西 可是價錢就貴好幾倍 所以 我就決定在 Amazon上面買 那 這個Tab 它其實就是 它是10.4吋啊 然後 我想 它這個 Samsung這個 出這個S級的話 大概就是 第幾代的意思 所以 就跟這個之前的手機一樣 就是 我之前好像有用過S5吧 對 那它其實 其實就是蠻輕的 這個 實際重量的話 我有點不確定 我不知道它這裡有沒有寫 但是 但是是 比我之前那個平板輕 所以 我之前平板 嗯 加鍵盤好像是790公克吧 所以 如果我照我的手這樣子測量的話 我覺得這一台應該不到500克 可能四五百克那邊我覺得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輕的 那裡面附了什麼呢 附了一個充電線 然後插頭 然後 然後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就是 欸 它附了一支筆 那其實我今天有試用 就是 我發現說 我沒以為是只有Apple的 就是 嗯 會寫很順暢這樣子 那它這裡有一支筆 我想它這個筆的顏色應該是搭配機子顏色吧 因為我今天選機台是黑色的 然後所以 所以筆就是黑色 那如果我今天選一個藍色機台 我在猜了 它可能筆就是藍色的 那我今天其實有在那邊試用 然後我就發現說 那個 它的筆其實寫起來 那個 靈敏度是很好 它 我記得它是跟我講說幾幾千分之一秒的樣子 還是幾百分之一秒 所以 嗯 就是等於說 你其實你在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說 欸我好像就是在紙上拿個籤筆 那種寫那種感覺 所以 就這種即時性是蠻重要 當初其實會比較想要 當初其實會想要 看到iPad覺得很吸引人 的關係也是那個 那既然知道別家 就是也有這樣做這樣子功能 然後 這個功能一樣一樣厲害的話 那我就沒有必要一定要考慮某一個品牌 對 那所以 好 然後 所以有個卡針 然後 充電器 然後 這個盒子就 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然後 那就 所以其實 嗯 這個裡面大概就是機台 然後充電器 然後比這樣 那 今天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 今天幫我介紹那個 一個 美國 美國的店員 一個店員小姐 然後 我就問她說 我今天買這個有沒有附贈什麼東西 這樣 然後她就 她就覺得說可能是 我好像蠻有誠意要買的 就是跟她 跟她聊了那麼久 然後所以她就找一些有趣的東西送我 然後 其實台灣人 就是都會知道說 其實你在 在期待 就正品的時候 可能會是一些 周邊的商品 就是電子相關 但其實後來我想想也對啦 就是 畢竟這平板上面沒有USB孔 或者是一些插孔 所以其實你不太 她不太可能送你USB之類的 所以她又送了一些 我覺得很很好笑 也很很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 她每個東西上面都有 都有附那個 就是三種字樣 比如說像這個球球 她這個球 她是說是 就是可以吃的那種薄荷片 然後 然後有這個 這疫情當下最需要的 Hand Sanitizer 單洗手 然後也是Samsung品牌的 然後 兩支筆 那這筆的前端是有源頭 所以其實可以做觸控的功能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也可以就是弄出來 然後就是當作原子筆使用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可以掛 卡片的這個 吊在脖子上的這個 勾勾 然後 還有 疫情當中很需要的口罩 雖然這是布的口罩 台灣人大概都很少會戴布的口罩 但美國人很喜歡戴布的口罩 所以 它上面有三種字樣 這個有機會也許 這個可以自證給有需要的人 然後 襪子 Samsung的襪子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Samsung的T-Shirt 這個 呵呵 我今天 我應該 我今天錄這個開箱影片應該要把這件穿起來 對 它就是這樣子一個T-Shirt 那所以 這些就是它今天送我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我又覺得不錯 就是 嗯 就是 有這些 這個意想不到的小小小小驚喜 雖然說可能跟那個 實際上的 電子產品 不是它的周邊 周邊商品 但是也是一些 這個可以講說是實用的東西 好的 那 這台其實 其實我在台灣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台在美國現在賣是 嗯 269.99 稅前 所以稅後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284吧 所以換算成台幣的話大概就是 八千多塊吧 八千多塊台幣 然後買到一台平板 其實我覺得非常便宜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買的時候 那一台Asus 那幾年前 那一台就要一萬多了 一萬二一萬三 可能還一萬五 然後現在就是買這個 然後功能更強 然後更輕 然後 這個 沒想到不用一萬塊 對 那好 那我就希望這台就是 嗯 之後使用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那 但是我是覺得 對它BOSE非常有 很有信心 那其實我買的東西 我都會 所以當天就是開始使用 我覺得這也是我對 我買的東西就是一種尊重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 所以 好 那就希望 我的博士班生活 就是 因為有了它 所以就是新的成員加入 然後之後會更加順利 然後 這個 這個 更加的這個 各方面都有 可以 可以cover的這些 機台 然後或者是工具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一集 開箱影片再見 不知道下一集會多久之後 那我希望不要太快錄 因為這代表說 我可能有東西壞掉 好 大家掰掰